腾讯体育11月1日日,NBA更新了部分伤员的信息,字母哥和农眉哥伤病恢复良好,已经准备好付出,胡元25号秀瓦格兰进入激活名单,有望迎来生涯首秀, 陆维茨基透露他距离付出还有数周的时间,以下是一些消息的汇总,7点30分期,视频直播期场NBA比赛,勇士战提供胡元盘至连败字母哥和农眉友双双付出,农眉哥企划付出,打勇士体股将在近日客场挑战强大的勇士,好消息是已经缺席两场比赛的农眉哥企划付出,农眉哥此前是遭遇了走步扭伤的伤病, 错过了提胡与爵士,决心的比赛,结果球队吞下两连败,此番大战勇士,农眉哥计划付出,率领球队迎战强敌,本赛季,农眉哥场均能够砍下27.3分13.3篮板4.8助攻38场断和2.5感冒,数据异常恐怖, 除了农眉哥,小佩段脚踝受伤将休战,兰德尔较不有伤,出战成疑,字母哥通过脑震道检测程序周五复出,熊路本赛季高歌猛进,打出了全联盟最佳自欺胜灵副的战绩,而在明天,熊路将各场挑战开尔特人。 这场比赛对球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,大战在即,字母哥迅速摆脱伤情困扰,已经通过了联盟的脑震道检测程序,被允许登场。 在之前与魔术的比赛中,字母哥被对手走击,赛后出现脑震道症状,缺席雷语朦龙的比赛。 赛季至今,字母哥场均贡献,25分14.2篮板,和5.7入攻,诺天王还是休战数周东兴起兴奋对阵詹姆斯独行下今日对阵虎然。 诺维茨基在采访中透露,他现在还没办法上场打球,可能还要缺阵数周的时间。 本赛季可能是诺天王生涯最后一季,他将担任替补角色,由于伤病,他本季还没有打过一场比赛。 另外,东歇齐将在今天对上自己的偶像詹姆斯,他非常兴奋,能跟我偶像通场竞技,这太不可思议了。 东歇齐说道,胡元25号秀王迎来生涯首秀,根据洛杉矶媒体报道,胡元25号秀瓦格纳被放入了激活名单,又旺在今天跟独行侠的比赛中,向阎生涯出此秀。 此前,由于乞丐挫伤,瓦格纳缺习了全部的季前赛比赛,近段时间,瓦格纳上市恢复不错,已经在发展联盟打过比赛,找一找感觉。 5号位是胡元新在季最为薄弱的位置,球队上场4分系被森林狼,让对手抢到了20个前场篮板。 瓦格纳是一名上强篮板,能投3分的中锋,他将担任麦基的替补,提升胡元5号位的深度。 小恩。 小恩。 小恩。